這條圓滾滾的油 透過吉民的想手 給他新的審命 回大鄉龍仔社区 為了要競爭中秋節 今年第一次基板中秋競團圓 跟蔡維以外的比賽 讓社区吉民在夜空當中 收的牛收油 將近社区吉民之間的感情 連送兩個風台來 讓今年的中秋節 在紅霧當中度過 雖然現在不方便 但是欺負的感覺鄉親對中秋節 來獎的氣氛 回大鄉龍仔社区 今年是第一次基板中秋節 競爭和蔡維以外的比賽 雖然一開始 歡樂沒辦法去應鄉親參加 但是報名的確是出乎 醫療的用用 來辦這個中秋 龍仔社区沒有大爭 就盡量把爭埃 在村民給大家看見 所以我們今天才來辦 這個中秋團年 和這個小孩 這個柚子彩繪比賽 主要就是要去祝福 我們自己賺來 所有的村民可以這樣團結 相信你更好 當然 這樣也更努力 因為 畢竟龍仔社区 沒有辦公室 也很感謝鄭林 跟在村長 跟我們國王水會議員 專業跟我們配合 不管是一些 我們未來的地方 跟一些 帶去政府的經緣 由我們國王水會 這個議員專業 來支持我們文化中 歡迎鄉親 人家說 中秋辦替後 讓我們每個社團 都大家吃得老老老 有我們新聞社 社區理事長 我們的村長 我們企業的助力 大家在這裡 來辦一個中秋暗會 因為倫巴掌 沒有社區理事長 都沒辦法辦得這麼老烈 今天有辦法辦得這麼多人 是很感謝 我們新聞社的用心 我們村長的用力 在這裡還要每個社團 感謝可以辦得這麼老烈 第一就是 我們的村民也是很配合 沒有這個時機這禮拜 哪有可能這樣 很感謝 我鄉親來看 哪有這麼多人 今天就是說 人家在創新娘 結果實在不是 感謝我們的村民 大家的配合 透過創意 讓以外甸展現出新的紅毛 現場還有儀勁的活動 讓鄉親在鄉用美食的時候 也還可以輕鬆一下 新中華新聞北明臨 歡迎鄉蔡鳳報道